8月16号 国务院新闻办发表新疆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白皮书 白皮书包括前言 开展教育培训工作势在必行 依法开展教育培训工作 教育培训的内容 学员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 教育培训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探索出去极端化的友谊经验 结束余等部分 白皮书说 新疆是中国反恐去极端化斗争的主战场 一段时期 新疆深受恐怖主义 宗教极端主义之害 人民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新疆坚持标本监制 打击与预防相结合 通过依法设立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 开展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 着力消除恐怖主义 宗教极端主义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 有效遏制了恐怖活动多发频发势头 最大限度保障了各族人民的生命权 健康权 发展权等基本权利 取得了反恐去极端化斗争重要阶段性胜利 白皮书指出 实践证明 新疆开展教培工作 有效消除了恐怖主义 宗教极端主义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 切实保障了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命权 健康权和发展权 不仅使新疆实现了社会稳定 也有利维护了地区安全和稳定 这一做法完全符合国际社会反恐去极端化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 完全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 白皮书强调 新疆开展教培工作 目的在于从源头上消灭恐怖主义 宗教极端主义 完全是尊重和保障人权之举 白皮书说 新疆将坚持从本地实际出发 继续遵循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和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等文件精神 坚持打防结合 预防为主的原则 不断完善教培工作 为保障新疆各族人民的各项基本权利 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做出不懈努力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